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一个吉林省的考古发掘项目 也是咱们省内发掘时间最长的一处遗址 在九年的发掘当中 深埋在地下的遗址王城是重建天日 这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 哪些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呢 今天咱们就跟随着吉林考古人 一起揭开遗址背后的真相吧 这里是吉林省东部的图门江流域 也是吉林大地上最早显露文明曙光的希望之地 早在两万六千多年前 安徒人就在这里繁衍盛兮 而后宿慎 墨河 女真等士族相继出现 沿江两岸的河谷 被人们开啃成良田沃土 一直滋养着从远古走向现代的人们 图门江水系的波尔哈通河自西向东贯穿延吉市区 而波尔哈通河的最大支流海澜江 从河龙市一路北上 与波尔哈通河在延吉市东部交汇 奔向打牙河汇入图门江 在波尔哈通河与海澜江的交汇处有一座山 山似一座城 因而得名城则山 也就是现在的磨盘村山城遗址 相传山上曾有一座古城 古城的主人是一位女真族的勇士 她战无不胜 雄霸一方 山河流转 日月更替 古城和勇士的名字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而山脚下的人们只知道山上曾有一座古城 不知道它何时建立 也不知道它何时灭亡 那么曾经辉煌的古城 它到底属于哪个朝代呢 城里曾经居住过什么人 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这些人后来又去了哪里呢 那位传说中骁勇善战的女真勇士 又是谁呢 一连串的问号 让人们世代津津乐道 又展开无限联想 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一件重要文物的出现 让人们第一次无限接近了 这座山城的真相 1954年家住图门市长安镇附近的一位农民 在山上捡到了一块方方正正的铜鸽 上面有几行看不懂的文字 还有一个铜鸽 像是一枚印章 山上发现宝贝的消息 不静而走 很快就传到了当地文宝人员的耳中 这一件宝贝 会不会就是揭开磨盘村山城神秘面纱的重要线索 吉林省龙井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赶到农户家 将这件宝贝带回 并迅速移交给当时的吉林省博物馆 省博的专家确认 这是一枚铜印 上面刻有传书 南京路勾弹公式印 印的底边和背面 刻有南京行步造 以及天太三年六月一日的字样 专家查阅史料发现 南京路是地名 代表着行政区域 勾弹公式是金代地方的主管官员 而铜印上最重要的线索 就是来自背面的天太二字 历史上曾以天太为年号的政权 仅有一个 那就是东夏国 在铜印被发现之前 东夏这个北方小国 只存在史书中 而后 这方铜印作为吉林省博物院院藏 一级文物展出 他时刻提醒着人们 古国东夏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之中的 在古籍中 对东夏国的记载 只有寥寥数字 原始中是这样描述的 无险万奴祥 以其子贴歌入世 继而反叛 建称东夏 也就是说 一个叫朴显万奴的人建立了东夏国 而史书中 东夏国的陪都就叫南京 那枚铜印显然就是南京的一枚观印 但是南京城究竟在哪里 仅凭一方小小的铜印 还无法找到答案 而关于东夏国的考古学证据 在国内一直是一片空白 东夏这个神秘的古国 始终是吉林考古人心头 一个必须要解开的谜团 2013年 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考古项目 开启了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联合延边州文物保护中心 组成考察队 对铜印的发现地 磨盘村山城 展开地毯式搜索 结果令人非常惊喜 考察队在地表 发现了吃稳残建 以及大量岩头板瓦等 青灰色的建筑装饰物 装饰性的建筑构架 这种就直接又抬升了 它的规格水平 如此高等级的建筑装饰物 接二连三地出现 意味着 磨盘村山城的绅士绝非一半 极可能存在高等级的建筑 那么这里会不会就是 东夏国的南京城呢 来到山城 考古队员发现了两个狭小的山谷 山谷里面是平坦的腹地 外面是崎岖的山路 谷口的视野极其开阔 这里会不会是当时的人们 进出山城的通道呢 考古队员一直在山谷附近 寻找更多的线索 2014年 他们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 这两个谷口呢 也是现在我们进出山城的 必经之路 怎么确认它是城门呢 主要是两侧的这个门朵 就是人工修器 非常规整的门朵 在这个门朵的内侧呢 内侧能看到这个边石 边石上呢 还发现了这个保存非常好的 这个地幅 门朵 门道 以及相关附属设施的出现 证实了考古队员之前的猜想 这里就是进出山城的重要通道 让人更为惊讶的是 当时的东夏国人 竟然将山脊做城墙 在山谷的谷口处修建城门 练练不断的山脊 坚实厚重的城门 将整座山城 严严实实地包裹住 城门的发现 对此次考古是个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有门必有城 人们考古相传的古城 并非仅仅是传说 考古队员大胆猜测 这座古城 极有可能与东夏国 有着密切联系 金朝末期时局动荡 公元1211年 蒙古大军对金王朝 发动大规模入侵 金庭任命高级将领 蒲显曼奴出任辽东宣服使 主管东北军政事务 然而 面对势不可挡的蒙古大军 蒲显曼奴和他率领的金军 终究还是寡不敌众 为了躲避蒙古大军的锋芒 金宣宗不得不放弃东北 将都城南迁至汴梁 至此 蒲显曼奴与金庭的联系 彻底被切断 为求自保 蒲显曼奴决定 拥兵自立 建都开源 而面对金王朝和契丹军的打击 蒲显曼奴不得不归降蒙古 随后他率步东迁 来到了吉林省东部 和俄罗斯滨海边疆一带 再度自立 国名为东夏 那么 东夏国的南京城 会不会就是考古人员脚下的 这片土地呢 一切还要期待新的考古发现 随着山城内不断出土 数量众多的铁足 铁刀等古代兵器 铁钩 铁斧 铁锤等生产工具 考古人员判断 这是一座处于战火硝烟中的古城 这也与蒲显曼奴当时所处的环境十分相似 公元1215年 一路向东走投无路的蒲显曼奴 莫非真的逃到了这里 如果真的是这里 他又是如何对抗蒙古大军的追脚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长津市人民广场的西北侧 有一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 在伟满时期呢 这里曾经是东北的金融中枢 从建成到现在 它见证了这座城市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 918事变后的第二天凌晨 日军同时突袭了吉林长春的南岭军营 和城北的宽城子兵营 负责吉林全省军政事务的西洽 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 让全部守军撤出营地 1931年9月21日 西洽率领一批吉林军政官员 投降日军 吉林省全境就此沦陷 918事变前 俄国 美国 日本 多国银行进入东北 加之东北四大银号 沈阳东北银行 吉林永恒银号 黑龙江银号 编业银行同时存在 东北经济呈现一片乱想 对于日本人而言 货币混乱的形势不利于贸易流通和金融统治 他们开始积极策划成立 维满洲国中央银行 1934年 维满洲国中央银行大楼动工兴建 在同时期的建筑中 无论耗资耗时都冠绝一时 这个建筑它实际当时创造了四个制作 就一个是它建设工期最长 它用了四年时间 再就是它的建筑面积最大 暂地面积三万多平米 投入资金也是最高 而且当时是第一个采用的钢机混凝土的结构 相当于说是用这个钢结构做框架 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又焦住的混凝土 所以说这个建筑非常坚固 按照日本关东军的设计要求 维满洲国中央银行的主体 要能承受重火力的攻击和轰炸 整座大楼外墙 用花缸盐块砌成 墙足足有一米厚 钢筋用量为5090吨 占当时维满洲国全国建筑工程用量的一半 整栋建筑 地上四层 地下两层 地面全部用20毫米粗的钢筋 一根一根拉制 在当时号称亚洲最坚固的建筑 这座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的大楼 正门沿口厚重蹲时 柱身拔地而起 庄严肃木 主力面上可以看到非常粗壮的十根柱子 这十根柱子就是典型的多雷克柱式 以前我们测绘过 应该是大致将近于十米 柱子的这个底径 接近于两米 之后柱子和柱子之间的距离呢 接近于四米 之后整个呢 这个柱身呢 就是比例非常粗壮 而这种那个古典的建筑形象 非常坚固 非常稳定 比较这个雄伟 比较厚重的这种风格 恰恰是人们对于这种金融建筑的 一个心理诉求的一个要求 维满洲国中央银行大楼 由日本设计师西村好石设计 没有中式的琉璃瓦 也不同于日本的地观式建筑 大楼正面和两侧的大理石柱 与意大利大理石地面 德国和比利石的玻璃像呼应 堪称希腊古典复兴风格的典范 在新建这座大楼的同时 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加紧经济侵略 并构东北三省四大分号 颁布旧币清算法和中央银行法 控制货币发行权 利用建立维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行 分行及支行 意图实现对东北地区的货币统一 全面控制东北金融命脉 这个机构非常庞大 而且是在维满这些机构设置里面 它算一个核心 占领东北的主要城市之后 它在各个城市都设立了 利满洲银行的分号 像在凤田 就当时现在的沈阳 在吉林市 在哈尔滨市 包括其一哈尔滨市 成为当时东北最主要的流通货币 为了尽快实现殖民金融统治 日本人加快了建造 维满洲国中央银行大楼的步伐 先后使用55万中国劳工 原计划造价600万伪币的工程 实际支出了伪币 1000万元 它不仅外部材料兼顾无比 内部装饰也是相当奢华 这个四楼的这个会议室 可以看到非常精美的 大理石的壁如 大理石的这个墙群 它顶上那个天花 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景色性天花 而且呢在这个天花下面呢 就是两两侧的位置 有类似于雀体的这样那个装饰 整个天花还有说这个梁 包括这个窗帘盒 这些小的这些位置的这个线角都特别丰富 可以能看到这个简化的卷草纹 如意纹 就可见当时的这个工艺水平实际上非常的高的 北满洲国中央银行的地下 建有六座金库及保管库 库门分别重15到25吨 当初运送时采取了最原始的方式 用了30匹马 50个壮牢力和若干原木 最轻的库门运了一天 最重的运了四五天 金库配有当时最先进的报警监视系统和定时开启控制系统 确保了安全性 楼内附属设施齐全 在停水停电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维持独立运营 这个建筑在当时做的时候呢 就是应该说是这种那个考虑是非常到位的 它这里边呢 有独立的这个空调系统 有独立的这个自动温控系统 包括说有独立的这个排水设施 有自己的这个发电设施 建筑可以自动排风 可以这个自己供暖消毒 1938年 助力在长春人民广场西北角的 维满洲国中央银行大楼竣工 但由于规模宏大 造价高昂 银行只建成了正面和人民大街的一侧 面向西安大陆的一侧未能建成 大楼投入使用后 日本帝国主义便开始了疯狂的绝金之路 为了保证日本关东军战略资源的支出 维满洲国中央银行除了滥发尾币 还用强制全民储蓄 购买债券等方法 截略民财 1945年8月 日本战败投降 维满洲国中央银行停止了对外营业 解放战争期间 国民党军队占据了这座大楼 将其作为最后的堡垒 1948年 长春解放 这座由数万中国劳工血汗筑成的大楼 终于回到了长春人民的手中 1983年 吉林省人民政府对大楼西侧未完成部分进行了复建 1987年彻底竣工 2013年 维满洲国中央银行就职 被国务院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0多年的风雨 它见证了维满傀儡政权的覆灭 也承载着长春这座城市万个多世纪的历史 如今 这里是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之行办公地 这个带有浓郁殖民色彩的建筑 作为回顾历史的纪念 陪伴在长春人民的生活当中 建筑的魅力在于给人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感慨 在于虽历经风雨 却仍旧是经典 下面呢令家要跟大家介绍的 它也是一个经典 它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问世六百多年以来是备受关注 最近在吉林省图书馆展出的 《珠环和谱》 《历劫崇光》 《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 向我们展示了这部旷世著作的前世今生 在吉林省图书馆的典籍博物馆中 收藏着一本《永乐大典》的复制本 是2016年从中国国家图书馆采购来的 《永乐大典》是名城组朱棣 先后命谢继 姚广孝等三千多文官 编转的一部及中国古代典籍与大成的类书 前后历史四年 内容包括经 石 紫 籍 天文 地理 阴阳 艺术 占卜 戏剧 工艺 农艺 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 共汇集了图书七八千种 里面既有史记这样的史家经典 也有《岳王药枕》这样的医学名著 正文22,877卷 繁力和目录60卷 装成11095册 总字数高达3.7亿字 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 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 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目前 省图已收藏永乐大典复制本近200册 如果集齐全卷 搂在一起 高度能达到惊人的1000米 比世界第一高塔迪拜哈利法塔 还要高出200多米 永乐大典这部书的开本非常宏大 单侧高50.3厘米 宽有30厘米 而我们普通古籍的高广 约为20多厘米乘以11厘米 而永乐大典高有半米高 全书皆是守护 永乐大典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现作为镇馆之宝 被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部永乐大典其实是重录本 明史记载 家境酷爱永乐大典 因宫中一场意外的火灾危及文楼 家境非常担心大典 他便萌生了翻路一板的想法 可是这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 却遭到了内阁的强烈反对 他却说 重录是为了两地收藏 最后虽然重录工作顺利展开了 但是家境却没能等到副本完成便去世了 蹊跷的是 三个月后副本完成之时 家境的葬礼才正常进行 而在这之后 文史中就再也没有了对永乐大典正本的记载 这个正本吧 从明家境下葬之后 这个正本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 一共有这种四种对这个正本的一个说法 第一种是陪葬家境地了 就是在明永灵 第二种是说在万历年间也被焚毁了 第三种是说李自成 进了北京城以后 被李自成所摧残了 还有就是属于所谓黄石城 黄石城这是一个皇家的档案库 它这个特征的就是 东西墙南北墙都是极其的厚 就有人推测 可能是在里头有家墙 但是目前也没有人说 可以把家墙给它拆开去寻找正本 我们现在存世的全是副本 永乐大典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灵 但大典副本却惨遭浩劫 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 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后人以修书之名窃走 现今仅存八百余件 且散落于世界各地 这些灵本远舍重阳出现在一帮 虽然历经坎坷 但有幸保存下来了 当年鲁迅是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第一科科长 主管图书馆事务 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藏品的第一批入藏 就是由鲁迅先生来促成的 袁同理是国家图书馆的前馆长 他是调查永乐大典存世眷目的第一人 历时15年 足迹遍及英美等国家 对刘散的永乐大典进行了调查和收集 其他的大藏书家 傅增乡先生 周书涛先生 张元纪先生等 也把他们自己珍藏的永乐大典 捐献给了国家 民国时期 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对追回的永乐大典进行修复 2002年开始 时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人机域发出呼吁 将散藏在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 汇集一边 仿真再版 立刻得到了各地图书馆的响应 2004年 由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四川大学博物馆 及南京图书馆所藏的164册永乐大典出版 截至目前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累计仿真影印出版 海内外永乐大典233册 约占已知总量的56% 本次《诸环河谱》历节重光 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 回顾了永乐大典500年来所经历的飘摇多船的命运 同时也展示了在一代代图书馆人 以及有识之士 前赴后继欧心沥血的努力下 永乐大典得到保护 修复和出版的 艰辛力程 咱们继续说经典 传统的二人传红月娥做梦 既考验唱功又展现身段 可以说它是每一位女演员的必学剧目 今儿咱们就和吉林省集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部经典剧目吧 红色的嫁衣精致的妆容 舞台上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的演员傅伯宁 将女主人公红月娥对爱情的美好向往演绎得淋漓尽致 红月娥做梦出自隋唐故事《秦英正希》 主要讲述了对松冠守将之妹红月娥 爱上了唐朝正希将军罗章 日思夜想梦中梦见罗章迎娶自己拜天地举行婚礼的故事 这出戏也是二人传单出头传统剧目中的代表作 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红月娥做梦是短小惊悍的一个节目 它里边最吸引观众的是它一上来的时候 它是蒙着盖头上来的 老板的红月娥做梦是坐着唱 这个是站着然后表演着唱 它有一句非常梦幻的一句唱腔 它撩开盖头的一瞬间 梦中想象着罗章在骑着高头大马来娶我 它是这样唱的 看看罗章个头 也不高它也不错 我早爱罗章它长得好啊 你看看那个嘴里乐 一上俩九儿啊 哎呀 它把罗章想象得特别英俊 然后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小九儿 这样观众就会被你演员和这个唱词 带入到这个角色的情景里面 这出戏运用了二人传当中经常用到的曲牌 红柳子 这种曲牌能够表达出很多种不同的情绪 戏中的红月娥性格活泼开朗 所以在唱箱上也会显现出轻松愉快喜悦的感觉 虽然红月娥做梦这出剧目历史悠久 但她是在二人传艺术大师著名二人传表演艺术家高如的不懈努力下 才成为家喻户晓的单出头剧目 在60年的艺术生涯中 高如老师对红月娥做梦不断进行革新 这出剧目也成为了她的代表剧目之一 70年代 高如老师将这出剧目传给周春燕 颜学晶 孙小丽等一大批学生 红月娥做梦也随着传承 不断登上央视舞台 如今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将这出经典剧目 搬上舞台 老戏新牌 让吉林的戏迷再次重温经典剧目带来的饕铁盛宴 未来 这出戏也将在桃李梅大剧院经常与观众见面